儿子 妈已经到你们家楼下了 公司呢 我就先交给牛经理打理了 你不是快结婚了吗 妈就过来看看你 行先行 你先忙 妈就在家等你啊 牛经理 你先回去吧 好的董事长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不爱干家务 还不爱做个饭 就知道点回卖 不是你谁啊你啊 你怎么进到我家 姑娘 我是 哦 你是我老公 给我新找的保姆似的 行 先别忙收拾了 去给我做顿饭吧 姑娘 那你喜欢吃啥 嗯 先给我整个六菜一汤吧 你自己看着办啊 六菜一汤 你吃得完吗 这是你该操的心吗 我老公 有的是钱 哎 这我平时点个外卖 都五百起 别废话了 赶紧去做 我告诉你 做不好 我把你开了 好吧 哎呀 妈 您放心 这个财礼啊 我一定让他再加一百万 嗯 还有这车子跟房子 也必须过户到我的名下 还有啊 我弟买房这钱 必须让他出 谁让他娶我呢 姑娘 先吃饭吧 一会儿菜凉了 哎 我说你这个人啊 一点眼泪就都没有吗 没靠地打电话吗 别去 别去 哎呀 妈 我跟你说 我还听说啊 他妈是个董事长呢 这到时候呀 我让他把咱家亲戚 全部都招进去 然后呀 我把他妈给架空了 这最后呀 我再把他给踹了 我让他呀 陪了夫人 又折兵 哎呀 没事 这旁边啊 就一个破保姆 行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哎 哟 保姆啊 这菜做的还不错吗 但是我说了六菜一汤 这怎么少两个菜呀 还有 我的汤呢 姑娘 家里边没菜了 这没菜 你不知道出去买吗 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立刻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你被开除了 我回来了 老公回来了 正好呀 我有一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来听你说吧 你这个未婚妻啊 又要再加一百万的彩礼 还要把车子房子都过顾到她的名下 还要让你给她的弟弟再加一套房子 不是 我不是都让你走了吗 你先说八道什么呢你 我还没说完呢 她还要把她的亲戚朋友啊 都安排到你的公司 得手之后呢 就给你离婚 让你呀 一飞蛋的 什么 老公你别听她瞎说 她别公司污蔑我呢 你是相信我 还是相信一个孤单的保姆呀 她不是保姆 她是我妈 是 什么 董事长 打扰一下 刘秘书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的 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新品 爱草垃圾袋 需要您测试一下定个价 好 原来您就是我婆婆呀 哎呀 您看我刚刚这口无遮拦的 妈妈 我怎么还能让您给我做饭呀 你现在呀得好好去休息 我呀给您点外卖 我给您点一滴好吃的 好不好 把你的脏手给我放开 我妈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哎呀 老公 刚刚我不是以为咱妈是保姆吗 所以就口无遮拦了一下 嗯 如果不是今天你把我妈认错了 那我还真看不到你的真实面目了是吧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车子 衣服 各种品牌 我哪要少你的 你却把我当成冤大头 我不该你的 那是因为我爱你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你居然利用我的爱 来满足自己的贪费 太过分了 哎呀 你们家都那么有钱了 也不差这一点呀 钱是一方面 你刚刚误认为我是保姆就刁难我 一个心气善良的人 是不会为难任何一个弱势群体 这手随便拉一点都比你强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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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